对一看,此人发现狠来连裁判都敢打 不仅如此,发布会现场更是当众推荡中国选手刘策 还秀起了肌肉嘲讽中国选手太瘦小 还当众撕毁了中国选手的照片,表示不堪一击 这个世界上最容易成功的事情就是击败中国人 明天我的对手我连听都没听过他 他就是个无名之辈 我保证明天会把他亲手打到跪在我的面前 相果求饶 这个嚣张恶徒就是人送外号全盘龙卷风的伊朗拳王卡利米安 他一招先吃遍天,仅凭一招转身边拳并打遍世界无敌手 有时发现狠来连裁判他都敢打 但这一次他终于是踢到了钢板 惹到了中国巨人拳王刘策 他被张之雷钦点为接班人 仅凭一双铁腿便叱咤风云横扫武林 从一个晚上踢断三个老外的小腿 一声声鼓励回响在日本东京的搏击赛场 他的拳法更是威力十足 每一拳都持中要害 从不到一分钟把日本冠军当成打成食物人 大家好,我是刘策 请大家支持我们 支持我们中国格斗 好,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极为罕见的重磅级别 世界拳王争法赛 好,注意看 刘策没有和对手碰拳 赛前碰拳是最基本的尊重和最基本的礼仪 但是对方完全不值得我们的尊重 因为这个伊朗拳王赛前不仅是挑衅刘策 而且还当众羞辱 我们中国人太瘦小 甚至要把刘策打到下跪很低 所以说刘策不和对方碰拳 我觉得也很正常了 好,第一次开始 注意看蓝方选手黑色战袍 刘策 而红色拳道 红方选手便是卡丽米安 三场比赛的冠军 好,注意看 对方的裤衩 对方的短裤上 欧勇竟然把我们中国国旗啊 印到了屁股上 这是一种非常不尊敬 非常恶心的行为 我相信 对方可能赛户会说呀 我是为了中医友好 我把这个国旗印到他的裤子上 但是你这个位置放的是不是太恶心了 他在用各种方式来表达 比我们中国人的看不起,瞧不起 小猫有着五公分的身高差距 和八公分的臂展差距 刘策都是有优势 哎呦,什么情况 比赛开始一分零十秒 卡丽米安被击倒 你不是狂吗 你不是嚣张吗 赶紧啊 再来推赏我们 或者说谁给他一张照片啊 让他再撕一撕 哦,刘策连续的撑撑吹击 注意看 对方还是有点晕 还是晕的 刘策连续把卡丽米安压到龙边 连续的大白圈 对方已经不行了 你打不着你就跟输吧 何必受这种皮肉之苦呢 好,这下的话应该是后座力给顶倒的 不算独秒 好,前摆 都说刘策的腿把猛 但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刘策 哦呦,让你转 我让你转 什么拳台龙远峰 比赛刘策把你脑袋打出了坑 又来了 你看对方的这个转身兵权啊 用的很多 漂亮 连续的两个前摆 后置命中 哦,再一次压到龙边 我们看卡丽米安 已经是摇二涌一拳 这就是惹怒中国人的下场 哎,他竟然站起来了 因为比赛时间啊 第一回合马上结束 有点可惜 有点可惜 如果刘策再击倒对方一次 哪怕官方啊 再给20秒 对方就倒了 好,看一下双方 第一回合的精彩回放 哦,漂亮 这是一个前摆 再看一遍 蹦,一拳打翻 再看第二次击倒 这是卡丽米安 被压在龙边 刘策左一拳右一拳 打出节奏感了 哦,注意看刘策的表情啊 抛妹眼还在笑 这下我感觉 卡丽米安 应该是要危险了 哦,要小心了 这回合卡丽米安 仿佛是有些兴奋 像是打了兴奋剂一样 后白 哦,这下货了 已经是四脚着地 但是裁判会不会给到独秒呢 没问题 这个独秒完全没问题 但是很可惜啊 这个独秒呢 和上一回合没关系的 如果算在上一个回合 那比赛已经结束了 好,对方的转身边拳 没玩明白 这招龙卷风拳 是对方的成名绝技 后直前摆 又有点晃 卡丽米安 转身边拳又来了 让你转 我让你转 卡丽米安 哦,这下又被刘策 抓住了机会 对方卡丽米安的成名绝技 转身边拳 在刘策的面前啊 就像是一曲春天的芭蕾 就像是一个娘们在跳舞 一个小女子在跳舞 不好意思 用词不大 这是本场比赛的第四次击倒 本局第二回合的第二次独秒 什么情况 现场的裁判和台下的场才 在商量着什么 可能是对刚刚刘策这一拳啊 表示有些质疑 应该是没问题啊 就是普通的一个击倒 如果比赛还不继续的话 这个卡丽米安恐怕要缓过来了 对方明刚刚已经是 站不住都快晕了 这对刘策来讲很不公平 好看一下精彩回放 完全没问题啊 这一拳刘策 郑重靶心 我们也没有打到对方的后脑 也没有犯规 这为什么要暂停呢 这样一来 对方卡丽米安啊 获得了巨大的一个休息时间啊 好 比赛继续 刚刚裁判也说了没问题 但此时卡丽米安已经是缓得差不多了啊 整个人已经是完全缓了过来 有时候要注意防守 节奏呢是稍微有些乱 肢体看起来也是有些僵硬了 第二回头最后的50秒 这下卡丽米安是完全清醒了 我们看他也不摇了 也不晃了 这对刘四来讲呢 是非常的不公平 但是没办法 我们是在日本作战 日本官方 日本的厂财包庇对手呢 也是没办法 蛇鼠一窝 狼狈为心 哎哟 玩起花活了 转身边全加这个 神龙白尾 第二回合 比赛结束 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的精彩回报 好 注意看刘策 还是一脸自信的表情 中方的比赛来到最后一个回合 看一下刘策接下来的表现 希望第二回合的一些小事件啊 不要影响到刘策的表现啊 这一场比赛如果刘策打赢了 他将名锤青石成为中国首位双滚王 他也会超越他的师傅 也就是雕刀 卫瑞 这真是一种传承啊 越传越厉害 这场比赛刘策应该是故意没有踢腿 因为他估计知道啊 对方会针对他的腿法 做一些个战术 那我干脆就不踢了 这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博弈 虽然说第二回组有些小不愉快 但是比分上我们现在是大比分 2比0领先 这一回合刘策无论怎么打 只要不被KO啊 我们今天是稳操胜券啊 稳赢 这场比赛卡尼米安的成名绝技啊 一次都没有成功 一次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只要刘策稳住 那接下来他将会成功拿下双冠王 哦漂亮 红白 我们看世界冠军 伊朗拳王 卡尼米安 风感到地 果然本场比赛他最终还是没有逃脱 被刘策KO的命运 啊 这就是应该的 因为前面啊 他逃过了一截 这一次他逃不了 那么恭喜 刘策 这场比赛打赢 刘策将是标兵史册 明吹青石 成为了中国首位世界双冠王 好再看一遍 哦 这一眼卯足了劲儿 哦 对方这不行了 这晕了 这还不是说被冲击打倒了 瞬间整个人已经是失去意识了 太精彩了 让个勾起刘策 也希望卡尼米安一路走好